香港反送中運動中不少人被警察打傷 有戰地醫生表示 香港的醫療救援環境比戰地更差 早前香港屯門醫院有持槍警察駐守 18年來在世界各地擔任人道救援工作的 戰地醫生歐藥家指出 即使在武裝衝突地區 所有武裝人員包括警察 進到醫院範圍也要全部解除武裝 他也提到有醫務急救援遭受港警無理對待 在戰地的地方都不會發生的 但是竟然可以在香港發生 10月1號有警察開槍射中學生左胸 拒絕施救超過3分鐘 歐醫師認為無法接受 我在戰地 你互相大家拿著真槍實彈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 但是他都會第一時間將傷者移離那個地方 那個時間你有3分鐘以上 他是沒有理過 他一直喊救命 有人再去救了他都不理 我覺得是完全不可以接受 這個已經不是專業的問題 這個已經是人性的問題了 他希望能將香港的消息傳出去 讓國際社會關注與幫助 新唐人記者梁珍 宋碧龍 香港報導